這個影片主要是教大家去選一支合心水和一支防水防溶的眼線筆 首先眼線筆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款式 例如眼線膏、眼線膠、傳統型的眼線筆 亦都會有一些liquid eyeliner 像化學毛筆一樣 選擇的時候哪一種是最自然的呢? 一定是眼線筆 即是甚麼顏色也好 總之就是這些要刨的眼線筆 或者可能是拎出來的眼線筆 另外就是其次比較沒那麼自然的 就是這些眼線液 即是像化學毛筆一樣的筆嘴 我們去選擇的時候 主要是看你用來畫甚麼 例如畫上眼線的 其實你用任何眼線產品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打算用來畫內眼線 例如我們拉下眼睛 你看到眼睛毛裡面白色的那條肉 或者是上邊眼睛毛裡面白色的那條肉 如果你是用來畫那些位置的話 就用不到liquid眼線液 如果用不到眼線gel 一定是用眼線筆的 如果畫下眼線筆 我們多數都是用眼線筆的 都不會用翼或者是高的 因為其實那個位置 如果你畫得太深色 或者可能太實色本身的質地的話 它都會看上去好像很兇的樣子 而且都會很柔軟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用筆會做些 但是上眼線你想去防水些 其實除了筆之外 你都可以考慮去用liquid的眼線液 選擇顏色方面 選擇質地我們知道了 選擇顏色方面 其實應該怎樣選擇呢 大部分人都會首先選擇黑色的 的確沒錯 如果用來畫上眼線的話 黑色是可以令到眼睛看上去 比較大一點 精靈一點 但是如果有些人 他本身眼睛已經很大很軟 或者眼珠都比較大一些 瞳孔比較大一些 可能用黑色就會感覺上很兇 很兇很上妝 所以選擇啡色會比較自然一點 至於下眼線呢 其實除了黑色或是啡色之外 是有很多顏色選擇的 我們也不需要規限自己 只是用黑色或啡色而已 其實好像一些現在 新出的眼線筆 它都可以很防水的 就像這一類一樣 我們畫上手的時候 其實你下眼線都可以用 類似這些啡色 或者是 好像這一類 紫紫的顏色 還有如果淡一點的 你可以用粉紅色 或者金色那類的顏色 然後呢 如果你用來襯妝的 例如你畫綠色 或者啡色的眼影的時候 可以搭配綠色的眼線筆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色選擇 就不一定要用黑色或是啡色 或者是灰色 其實可以很色彩 好 然後去選擇這些眼線筆的時候 其實眼線和眼線膏都是這樣試的 首先呢 我們畫了上手之後 我們不會馬上試推它 你剛剛畫上去的東西 其實它的顏料都未乾 那你馬上推它 它一定會融化 你就試不到它真正 是不是真的防溶的 你會試到好像一隻都不防 那樣的 所以我們呢 先畫上手 Liquid那些都畫上手 那我剛剛試上去的 是NYX新出的 叫做Spy On Pencil的眼線筆 然後這個是Super Skinny的眼線翼 好了 然後呢 就還有這個 Milani的眼線筆 這個是筆來的 好了 然後呢 就還有 今期Make Up For Ever 新出的 這一個款的眼線翼 這個呢 其實星星是油水 都可以用的 我亦都試過 其實它真的挺防水的 你確實油水用都OK的 不過 我畫在這裡 不過呢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不好處的 這個不好處就是它的色 不是很均勻的 塗上去的時候 它不是很實色的 因為它有一點閃爍度的 它的色是 不是Jack Black 它是 或者不是Extreme Black 它是有一點點 起身的 所以 畫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些顏色 不是太均勻的 那 就是這個款 還有 我覺得呢 如果你用這一隻 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話 我想你只畫眼線 就已經 會好一點了 如果你打算用眼影粉蓋回去 或者可能 反過來畫了眼影粉 才畫這個眼線呢 我覺得它是 那些顏色就會這樣 就是絕著的 就是這樣 就是沒有上面那些 那麼順暢 或者那麼實色的 它是有些深淺色不一樣的 不太 對 不太實的 但是它有些亮身 就是金屬色的 其實那些顏色都挺漂亮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 這樣 好了 我們畫了上手之後呢 我們會等10秒的 不要馬上試 等10秒先 好了 10秒之後你的顏料應該已經乾透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輕輕試 推它 那這些位置 其實應該差不多 已經有10秒了 那這裡就剛剛說 我們不揉著了 那這個位置我們這樣揉 用手指去揉它 那如果譬如是真的防溶的顏色 你看到 揉下去呢 它是不甩的 好了 你已經揉到 上一聲的了 那它是不甩的 好了 那譬如上面這個也是 揉下去呢 不甩的 不甩的 好 那這個都應該差不多乾的了 我們揉下去都是不甩的 所以剛才我試上手背的所有顏色呢 都是不甩的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會再做多樣測試 就是用水噴一噴它 看看它是不會防水的 那我們就會用水輕輕噴一噴 好 那這個不是普通水來的 這個其實是Toner 就是有少許顏色 OK 但是抹了之後也是透明的 好 那這個呢 你看到呢 我們就算噴了水下去呢 那些顏色都是沒有用過的 那我們用紙巾印回來 我都沒有抹了 那你就印回去吧 那其實你看到 那些顏色都是依然保留在這裡的 那然後呢 再極端一點點 你可以用油 就是射妝油去試 那我用這個CA的射妝油 然後就放進去 那個手那裡 好了 那你也看到呢 其實那些顏色呢 都是不走位的 那就算你去 就是化完妝之後出眼油 其實它也不會怎麼走色 那其實怎樣才會脫呢 那你搓它的話呢 就是敷一敷我了 搓它的話它就會開始脫色了 好了 就是這樣 那所以當你去選你深水的眼線筆的時候 有什麼事 如果你去找一些防水 通常現在都會 沒有人會選不防水的 或者不防龍的 那你就可以去這樣選 好了 那麽 makeup forever那種呢 可以告訴你 其實也挺難的 就是你真的要敷一陣 因為你看到它 我絕著了 那其他那些 我覺得抹紙巾 一個已經沒有了 你用射妝油 那這個就要 就是up來少少才抹得到 那這樣 那所以當你去試 你心目中想找的產品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方法試的 那當然啦 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會有 就是這些水可以被你噴到 那我覺得呢 其實你試的時候呢 可以先用手指試一下推 但多數呢 如果手指推不開的眼線筆呢 它去遇到水或者去遇到油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容易會掉的 那譬如試油或者試水的方法 你可以留待回到家裡才試都OK的 那大致上呢 其實今天要介紹 就是去選眼線筆呢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任何其他問題 其實都可以繼續在我的blog上去問我 好